恭喜大家好 今天是我们罗马书最后一讲 关于在最后结尾问安的部分 前面我们看到保罗谈到了 问候当地的一些弟兄姐妹同工的安之后 中间奇怪的异常的插入了关于假教师的 提醒他们警戒假教师的教导这样的警戒之后 又从17节到24节 就谈到了保罗身边的那些同工 替这些同工问候罗马教会的弟兄姐妹的安 这个部分里面什么包括21节到24节 然后谈到了什么提摩泰 什么路球 殷孙 巴西德 等等 这些内容 如果单纯从历史的角度 查考历史背景 查考历史的角度的话 查考还行 但是顶多是大家知道保罗的同工 然后提摩泰什么时候与保罗相遇 在使徒经传里 在哪在哪与他同工 直到什么时候 那样的关系 了解圣经背景 了解圣经当中记载的事实方面是有益的 单纯从教会建立教会这个角度 我觉得就没有什么价值了 没有必要了 所以就掠过去了 直接到25节到27节 进入到罗马书最后的结尾 在25节到27节里面 我们看到保罗说到 唯有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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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兼顾你们 然后27节 实际上总结的话 核心总结的话 其实用一句话说 就是上帝既然这样 所以荣耀归给他 如果用两句话说 唯有上帝能兼顾你们 然后第二 愿荣耀归给他 所以这是核心 简单的说 最后结尾的时候 既总结了罗马书 整个书的核心内容 最后又将荣耀归给神 然后同时也兼顾弟兄姐妹 这个罗马书里面的内容 到底讲什么 这个内容与你们之间 到底有什么关系 作为一个最终的一个 画了个句号 然后号召大家归荣耀给神 所以这是核心 那么我们来具体来看 正如我们刚才所总结的 这句话核心的内容是 唯有神能兼顾你们 所以要荣耀归于他 那这里面提到了 我们得以兼顾的主体 是上帝主语 唯有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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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才能兼顾你们 核心单词 核心主语 神能兼顾你们 罗马书的核心也是谈到了 这个上帝的义 上帝在耶稣基督里 如何称罪人为义 这个事实 神的义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 然后结尾的时候 也是这位神能兼顾我们 大家可能就会想 为什么提到兼顾 为什么神兼顾我们 有两方面需要考虑 第一方面就是我们前面 17节到19节 刚刚谈到的 有假师父 传假教训 传异端的师父 可能会威胁到教会 其实初代教会到今天为止 基督教总是面临这种错误的 有偏差的假教训的威胁 所以保罗劝弟兄姐妹 你们得以兼顾 唯有靠着神 唯有靠着神 唯有神能够兼顾你们 给他们打气 给他们一个终极的盼望 让他们知道如何去面对这些假师父 这个假师父 里面说到这个诱惑 17节到19节 再也就是异教之风 其实在保罗书信里面 常常提到这样的内容 以福所书四章十一节到十四节也提到 他词的使徒 有什么使徒 有先知 有传福音的牧师教士 目的是什么呢 成全圣度 各进其之 让每一个弟兄姐妹 各按着自己的恩赐 去服侍主 建立基督的身体 然后后面 直到大家一起在真道上同归于 在真道上成长合一 认识神的儿子 长大成人 满有基督长成神 使你们不再做小孩子 长大成人以后 以至于什么样 不再像小孩子样 小孩子 圣经里面 积极的一方面 小孩子容易依靠 容易相信 是吧 单纯相信父母 信靠父母 所以你们要谦卑像小孩子 依靠父母 依靠上帝一样 但是另一方面 小孩子也有个弊病 就是他不成熟 在心智上 在力量上 所以容易被骗 所以不要再像 属灵上 不要再像小孩子样 中了人的诡计 和欺骗的法术 被一切 异教之风摇动 飘来飘去 这个异教之风 可能是世俗的文化 包括混合着基督教的 一些异端的教训 被他们 飘来飘去 以至于 随从各样的异端 所以 保罗的书信里面 常常提到这样 包括一般书信 我们说 其他的共同书信 里面也提到了 道德的问题 再也就是异端的问题 所以初期教会开始 其实就是教会 始终面临着一些 假教训 假教师的 这个攻击 渗透影响 所以提醒他们 一定要戒备 唯有神 能够兼顾你们 给他们一个定心碗 第二 为什么提到兼顾呢 其实 透过新约圣经里面 常常提到 圣徒要兼顾 前面说 不要绊倒弟兄 绊倒弟兄 意思跌倒了 的意思就是 陷入到咒诅的状态 在福音上 跌倒 离弃福音信仰 以至于陷入到 这个神的咒诅 愤怒里面 所以站立得稳 意味着 在福音里 站立得稳 在信仰上 站立得稳 在神的恩中 站立得稳 甚至最终 在上帝审判台前 能够站立得住 谁能站立在你的面前呢 不是这个两脚力量 站立在神的面前 谁能够 以这样的面貌 能够坦然在神的面前 示力呢 只有那些 相信耶稣基督的人 借着耶稣基督 被称为义的 神的儿女 在这个经事上 像起书里面说 借着患难 困苦 逼迫 殉道 试炼 印证 证明他们是真信的人 那些持守到底的人 是真信的人 他们才能 示力在神的面前 然后上帝 称他们瘟疫 面临神的审判 他们能够站立得住 坦然无惧地 站立得住 因为靠主的恩 站立得住 靠着信基督的信 他们站立得住 所以 唯有神能够兼顾你们 使你们站立得住 兼顾你们 消极地脱离 摆脱那些错误的教导 第二 积极地能够 示力在最终 审判的神面前 这就是福音 带来的果效 笼统地来讲 抵挡 错谬 然后示力 坦然地示力在神的面前 那这里面谈到了 兼顾的主体 是上帝自己 但是同时也提到了 上帝兼顾我们的方式 这里面提到了 梁借词 借着 唯有神能兼顾你们 后面什么 借着我所传的福音 借着 这个借着 或者我们可以 上帝兼顾的方式 或者说是借着 或者说兼顾的标准 上帝兼顾 上帝坐在至高之圣的所在 上帝又无所不在 上帝如何兼顾我们 一听到上帝兼顾我们 是不是上帝就是单方面的 我无论怎么做 上帝就单方面的去兼顾我们 不是这样 上帝兼顾他 上帝照着他的信实 在基督里称我们 照着他的信实 他应许我们 他一定会在我们身上成就他的工作 他开始 就像菲利比书二章里面 四章吧 十三节 二章十三节 在我们里面已经动了那个善功 上帝必成全这功 而且这个功不只是在历史当中亡羊补牢的行为 亚当堕落了 上帝突然惊奇了 哇 亚当竟然堕落了 没想到 所以采取一个临时的必进化 应对这种突发事件 然后杀羔羊 应许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 不是这样 上帝在创世之前 在永恒当中 他的心意当中 借着他无法想象的智慧 我们无法理解参透的那个智慧 他决定爱我们 并且我们还为成为这个实体 在没有 我们父母都不存在 亚当都不存在 在永恒当中 他计划当中就选择了我们 认识了我们 他定义要施恩给我们 所以他先有这个想法 后来才造了亚当 后来亚当堕落就在亚当的后裔当中 拣选了亚巴拉案 包括我们 在历史的某个时刻 所以这种救赎计划 是基于上帝永恒当中的 上帝的定义 待会我们也会提到这个问题 因此我们看到 上帝兼顾 是因为上帝一开始就爱我们 所以他要继续兼顾我们 同时在恩约的角度来说 上帝救我们也是透过福音 他既然应许我们 赐给我们信心 他也会信实的去保守我们 所以在这里面 他兼顾的方式是借着 他兼顾的标准是照着 照着或者是借着什么呢 这里面有三个 三个是并行的 其实是近义词 但是都是指着一回事 照着什么 我所传的福音 希腊语说是保罗的 我的福音 那我的这种什么 所有格也好 并不是 你可以说是所有保罗的福音 上帝的福音 耶稣基督的福音 或者说出于保罗的福音 保罗是用这种表达 或者说像中文翻译的是 保罗所传的那个福音 出于保罗的 但是源头不是 因为那是 这个耶稣基督将福音的 奥秘启示给他 以赴所述里解释了 托付给他 所以保罗所传的福音 这个强调我的 其实有一种牧雅性的意义 罗马教会跟他们不熟 跟保罗 也没见过面 但是要提醒他们 我现在给你们 在罗马书里面 所传的这个福音 上帝的福音 耶稣基督的福音 然后我所传的福音 上帝借着这个福音 会兼顾你们 所以这个福音 我也已经知道你们 可能某种程度 知道了这个福音 甚至能彼此什么服饰 等等 但是最终的保罗的这个福事 存在 其实还是有上帝的 赐予保罗的特殊的功能 所以让他们重视保罗 所传的福音 照着我刚刚给你们传的 这个罗马书里面 所讲的那个福音 上帝会兼顾你们 然后说到和所讲的耶稣基督 福音什么 福音就是七十之士 也对福音那个解释 我的福音就是我所讲的耶稣基督 我所讲的耶稣基督 换一种翻译的方法 可以这样翻译 就是关于耶稣基督的传讲 这就是福音吗 福音是好消息 这个好消息内容什么 耶稣基督是谁 耶稣基督为我们做了什么 你们所定在实际上耶稣基督 上帝已经使他复活了 你们信他就可以什么 罪得赦免耶稣基督是谁 这个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 然后叫一切信他的 因他的名得生命 所以耶稣基督是谁 耶稣基督并他定实际上 耶稣基督是谁 位格和工作 所以在这里面 保罗说我所传的福音 我的福音 就是关于耶稣基督的传讲 第三个 照什么呢 并照这个奥秘 简单的说奥秘 或者说奥秘的启示 其实都一回事 三重的去修饰 这个福音 修饰耶稣基督 修饰神的话 所以在这里面上帝兼顾 上帝用什么方式兼顾 上帝是用福音 这个就涉及到我们关系了 上帝兼顾 上帝单方面兼顾 上帝怎么兼顾 我们肯定会好奇 是不是 上帝是用右手兼顾我们 还是左手兼顾我们 或者是给我们丢个救生圈 或者是加上什么保护装置 如何兼顾我们 上帝用福音 那这个方面就有 有我们认识论的这个角度 福音当上帝借着保罗传讲了 借着圣经传给我们了 借着教会里面的牧师 什么教师交道给我们了 借着属灵的书记也解释给我们了 那我们领受这个福音该怎么办呢 包括我们自己里面 这和我们之前所谈到的 那个上帝赐给我们蒙恩的手段有关系 上帝保守教会的方式有关系 上帝赐过蒙恩手段什么 讲道啊 圣礼啊 祷告 上帝保守教会的方式 除了他超然的单方面的作为以外 还利用一些措施 比如说话语的宣讲 应许我们的时候 兼顾我们 勉励我们 鼓励我们 责备我们 促使我们悔改 甚至这个严厉的斥责我们 教训 都则 使人归正 这都是上帝保守 使那些信的人 听了应许就心里得到力量 使那些信的人 听见警戒警告就悔改 就受到提醒 赶紧打起精神 对不对 主的羊听主的声音嘛 那个羊 广低着头走走走 走到悬崖边了 然后或者用牧羊犬 或者是用弹公子 或者用什么 这个各地区放羊的方法 可能不一样 犹太人放羊 有放 中国人也有中国的方法 总之就是丢狮子啊 大卫那狮子 不管打熊 有的时候丢一下 丢在羊的前面 羊一听见那狮子 杂子前面吓得一跳 然后就掉转回来 规劝 让规正 让他从错误危险的地方回转 对不对 所以上帝保守 有他的方法 上帝的保守 不是那种超 这个抽字 抽象的那种概念 上帝怎么暗中保护 还有具体的方法 教会 上帝在地上设立的教会 制度 职分 包括定规的一些体制 终极来说 其实都是为了 我们在进入天国 在信仰成长当中 在成圣的过程当中 使我们完全 更好的活出信仰里面 恩典的一种保存的方式 这个是基督教要以第四卷 要讲的内容 上帝设立的教会 职分 什么教会纪律 什么等等 圣礼 话语的先讲 牧师的旋律等等 这一切都是 其实为了保存上帝 给我们的恩典 保守我们 常在福音里面 保守我们在福音里面 持续健康的成长 所以这是上帝保护的方法 借着什么 借着福音 借着他所宣讲的 耶稣 基督 借着 这个奥秘的启示 所以在这里面 我们看到重点 是上帝 或者说上帝借着福音 或者上帝的福音 是兼顾我们的源头 也就是说我们离开福音 忘记福音 淡化福音 不默想福音 不确信福音 远离福音 教会里不宣讲福音 不教导福音 不多方面的去教导 关于耶稣的事 我们是属于改革宗长老会 改革宗里面有个传统 叫做 当然这也不是改革宗的 什么路德宗 更激进的一点 唯独基督 宗教改革里面 其中强调了一个唯独基督 唯独基督是我们的中宝 什么神父 玛利亚 圣人 都不是 唯有基督 唯借着基督 能够来到神的面前 唯一的中宝 上帝给我们 然后结果 我们讲道的时候 也是唯独基督 所以有的人说 每一次讲道的时候 如果不讲十字架 就不是真正的讲道 然后甚至每一次讲 刚才如果我们讲前面 那个十七节到 那个二十 这个二十一节到二十四节的 提摩太呀 什么该由啊 什么丢得呀 接待我 那你怎么联系到耶稣基督 那你就可能在追溯 提摩太怎么悔改的 他悔改所信的那位耶稣基督 对不对 单从字面上 没有办法联系到耶稣基督 那你要解释的 可能就在脱离本文 硬要往那个福音上 十字架上拐了 对不对 没有必要 所谓的唯独基督 每一篇讲道里面 一定这个道是关乎福音的 你讲孝道也是 你们要彼此相爱也是 伦理最基础 特别是对于基督徒 伦理的基础有两个原理 一个是创造原理 一个是福音原理 如果说一个原理的话 那就是创造原理 福音的原理 只不过是让我们恢复 那个创造原理 你们要孝 那你就教一些方法 理论什么 不是那样 讲福音吗 为什么孝 如果我这个人没悔改的话 实际上是没有办法 真正意义上明白孝 或者是真正意义上 活出新生命的那个孝 按照一般的那个道德伦理来说 可以进行孝 但是真正从灵里面觉悟 从死人 从昏昧的心智当中活过来 苏醒的灵魂 靠着新生命的力量去 以圣经的价值观 上帝所设立的人与人之间 关系去孝的话 必须有福音 孝这个行为 是根据伦理的基础 是福音 保罗教导 让身体线上当作活迹 所有的伦理教导的基础 是前面讲的 一章到十一章的 那个福音的内容 所以 既然这样的恩典 领到了你们 既然你们都是信耶稣的 那么这样的生活 是理所当然的 应该的 有了这样的生命的树 结出这样的果子 是应该的 所以 唯独基督 或者是 这个讲道的时候 每一次非得提到 这个十字架 悔改 救赎的福音 这个没必要那么 硬性的 所以这里面说到 是关于耶稣基督的宣讲 所有的基督教的教导 其实严格来说 是没有办法脱离 三一上帝去讲道的 所以讲的时候 当然要提及这个基础 如果忽略了 那就变成一般的 这个道德说教了 这个要做好人好事了 我们做的好人好事 基础是对神的恩典的回应 是爱神 愿意顺服神 而顺服神的基础 是因为我们已经得自由了 已经有了顺服的资 那个资源 新生命和圣灵的能力 然后加上我们里面被 挑望的对神的那种敬畏和爱 愿意不是做奴隶去顺服神 而是作为儿子 甘心乐意的那种心态 去侍奉神 所以这个是不一样的 那在这里面说 核心是什么 神借着福音 在福音里 用福音来兼顾我们 所以神是兼顾我们的 终极的源头 如果是人格性的话 神是 如果是方法手段来 神借着福音 在福音里兼顾我们 所以我们什么时候离开福音 淡化福音 不留意听福音性的讲道的话 我们就会软弱 信心也会软弱 我们的精神就会偏离神 不专注于神 这个是很特别的一个事情 人这种存在 就是人是一种属灵的存在 或者是精神性的存在 当我们的那种 你发现以前不信主的人 有的时候 在绝境当中 他精神上如果坚持的话 他活的很长时间 在那种被压在什么 这个地震压在那个石头里面 按正常人的话 我们说一周就不喝不吃 就死掉了 但是竟然能活15天 这个为什么 那种生存下去的那种意志 那种精神力量是很重要 那个是他的生命和能力 一般的原理也是这样 信仰原理也一样 如果我们内心当中的那个根基 对神的那种盼望 对神的那种爱和信心 如果不借着福音 不以福音为基础 不靠着福音去滋养的话 每一个人 就连使徒也一样 更不用说牧师和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 任何人都会信心 这个信仰的力量 或者这个状态就会衰弱 我们能够胜过世界的就是信心 这个信心不是我的信念 我信我信 这个信心就是不断的去注意 专注于神的话 不断的抓住神的话 不断的去从神的话语里面 得到滋养 得到力量 以至于让他能够确信神的话 因为确信神的话 才清看这个世界 才看破这个世界 才被一些一般人 如果没有神端点 都会在其中沉醉的那样的 吸引我们那些力量去所吸引 基督徒他不是来自火星吗 都是从地球上出生成长的 不被地球上的吸引 这是很奇怪的 但是基督徒是因为 领受了来自天上的恩典的缘故 有了新的觉悟 有新的认识 有了新的生命和性情 有了新的盼望和追求 所以靠着这个新的盼望和力量 才能够胜过地心的吸引力 对不对 活在地上 却能够胜过世界的原因 就是简单的一个词 就是信心 约翰说的 使我们胜过世界的 就是这个信心 这个不是信念 而是持续的对神的那种信靠 靠他的话 靠他的福音 昼夜思想耶和华的话 这种思想的时候 让我们整个精神 从话语里面得到滋养 得到力量 得到勉力 有的时候牧师也好 圣徒也好 有的时候我们的眼睛 会偏离正确的目标和方向 有时候或者是偏离 我们应该专注的那个焦点 当我们偏离的时候 我们精神状态也不正常 人生目标 或者是这个就像回家的人一样 在广东打工的东北人 骑着摩托车 我们看到每年过年 都有这样的事情 骑着摩托车 返乡那些大军 带着锅碗瓢盆 被子什么的行李 骑着摩托车 带着人去回北方 去过年的那种精神 到底什么支撑他 提前这个查好这个路线 走哪条路最节省最快最安全 这样向着家去行进 克服重重困难 路上可能爆胎了 或者摩托车出问题 或者是遇到什么路况变化 各种困难 让他不断地坚持 去回家的力量是什么 就那种信念对不对 回家那种 基督徒的返向的路程一样 路上再好景色再好 只是过程而已 最终他还要是回家 结果有一个人 回家的过程当中 忘记回家了 广尘在 这个走到桂林的时候 这个桂林景色太好了 从来没见过 然后沉醉忘了 回家过年的这个事了 这就不正常了 对不对 他心目当中 最深的那个抓住 他的意念就是 天上的心 所以基督徒如果什么时候 忘记我们的信心 信心的眼睛 不断定睛在神的话 透过神的话 使我们定睛在神的面前 神的应许的话 任何人都一样 会被其他的事物吸引 你走在大街上 有美女向你招手 帅哥向你招手 你忘记了 我是结婚的人 我还有妻子 我还有老公呢 是吧 这种情况 就是 属灵里面都一样 何西亚书不就用了这个比喻吗 妻子被外面的其他的男人 以色列嫁给上帝所聘请的妻 结果他又羡慕埃及人 那些什么身体更强壮 精力更充沛的 什么巴比伦人埃及人 为什么那么讲 用婚姻的关系表明 以色列的那个不专注吗 在自己的上帝这位新郎面前之外 他又招手 爱慕那些外邦的神 外邦的势力吗 在这里面我们看到 唯有神能够借着福音见过我们 让我们的心思集中在这个福音上 福音不管是像我们学校 学了一科目 修了成绩优秀 毕业就完事了 要昼夜不断的重复 以前我们在国内有一首诗歌 我爱传扬主福音 这个传福音的时候 其实是我再一次回顾 福音内容的时候 然后甚至再一次 你有的时候也不得不谈一些 你自己的信仰经历 然后重新反思你过去蒙恩的时候 你发现传扬福音 你特别心里面就喜乐有力量 为什么这样 那就是不断默想 那个传的时候 我又回顾了 对不对 我又重新再想一遍 再表述一遍 那个曾经被我现实 现在的生活所冲淡的 让我淡化的那个恩典 借着我再次跟别人讲的时候 再次回顾的时候 我的心里就重新燃起了对神的爱 对福音的感激 不是这样吗 所以那个反复思想 昼夜思想 目光和心思常常沉浸 专注在福音的内容上 给我们里面带来力量 这个就是福音的奥秘 福音奇妙的果效 所以上帝 唯有上帝能兼顾我们 不错 但是这种兼顾上帝 是给我们一些方法 让我们借着福音 所以每一次咱们圣经学习也好 你自己灵修读圣经也好 或者是来主日听道也好 圣徒之间小组聚会 互相分享 不断经历是注重在 所有的精神目光 都集中在话语上 然后从话语默想里面 从话语里面 汲取那种生命的力量 所以唯有神 借着福音 耶稣基督 奥秘的启示能够兼顾我们 所以蒙恩的手段 其中第一个最重要的 就是话语 远离神的话 我们就会软弱 远离神的话 我们眼睛就开始模糊 视线模糊 迷失方向 然后就彷徨 迷失了回家的 那个真正追求的 那个价值 回家的那个意愿 也被冲淡了 所以要时常借着神的话 才能对于兼顾 这是这句话的重点 那在这里面 我们看到这个奥秘 这奥秘 这奥秘的内容是什么 福音的内容 这里面说到奥秘的内容 与保罗所传的福音的内容 基本上是一致 仔细读的时候 你发现 甚至学者们说 这个保罗可能为了 要表达的内容 这个太多的修饰 谍据等等 结果主卫兵 稍微有点混乱 句子不完整 但是大体上 我们也可以捋出来 这里面说到 这奥秘 就是唯有 神能兼顾我们 照着什么 所传的福音 所讲的耶稣基督 和奥秘 那这个奥秘是什么呢 也是有这样的几个内容 修饰 首先呢 这里面 奥秘 有三个分词构成 这个启示 有三个 第一个是 隐藏不言的 永古 隐藏不言的 奥秘 以前 古代 是隐藏的 这个不是指 以前压根都没有启示 但是 以前呢 是 没有那么明确的 明显的 显明出来 所以后面说 如今显明出来了 这个就是新旧约的关系 在旧约里面 上帝已经宣布了 这个奥秘 但是这个奥秘呢 不是那么 非常明显的 是借着这个献祭的制度 所预表象征的 借着应许 亚伯拉的那个后裔 说不好听 那个后裔到底是谁 具体什么样子 尚且模糊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 渐渐的清晰 后来的先知书等等 预言了那一位 要具有君王性的那个祭司 那个弥赛亚要来实行拯救 亚伯拉那个后裔 大卫做宝座的那位 越来越清晰 描述 甚至马拉西结束的时候 那个公义的日图要出现 然后耶稣基督来了 介绍的是亚伯拉的后裔 大卫的子孙 就是那位登场 要做王的那位 要成就亚伯拉之约 和大卫之约那位 所以旧约里面 上帝已经赐下了福音 律法里面有应许 但是那个时候 是相对比较隐藏的 是相对新约来说是隐藏的 如果上帝故意 把这个好消息隐藏 那没人能知道 对不对 上帝是已经启示了 可能照的范围非常小 对不对 隐隐约约能看清 但是如今 已经显明出来了 如同武政的日头一样 那个启示的程度就不一样 启示的内容一样 但是程度不一样 以弗所书三章四到六节里面 保罗同样的保罗 他也说到了这样的话 跟今天的本文 类似的内容 量必你们曾听见 神赐给我 关起你们的职份托付我 已经你们也听说了 上帝将关于你们的 外邦使徒的职份赐给我 用启示 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 你看启示也出来了 奥秘也出来了 福音的奥秘 正如我从前略略写过 你们念了就知道 我深知基督的奥秘 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 画法基本上一样 你前面说了这个奥秘福音 然后基督 后面就说 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 没有叫人知道 像今天借着圣灵启示 他的圣徒使徒先知一样 圣先知一样 以前没有叫人知道 没有叫人知道的意思 以前不是说上帝没有启示 以前是几乎是隐藏的 为什么 不清楚 那个启示了 但是他的量 模糊度 是吧 但是如今显明出来了 所以这是基督教的奥秘观 基督教的奥秘 不是说我们完全不知道 基督教的奥秘是上帝 既是奥秘 但是他又启示出来了 对于旧约的百姓来说 是相对隐藏的 这个隐藏不是上帝 刻意要藏什么信息 不给我们知道 这个隐藏是上帝 迁就我们的理解力 旧约的那个时候 像小孩子一样 训蒙的师父下 上帝只能用那些礼仪 仪式 应许 渐渐的 一点一点的 加料给他们 最终让他们勾勒出一个 更详细的 像会美术的 打个草图 一开始是框架就几个线条 渐渐的勾勒越来越细 然后轮廓开清晰 对不对 上帝给我们的启示也是这样 这奥秘是外邦人 在基督里接着福音 同为后词 为一体同盟应许 所以在这里面 我们看到旧约里面 相对是隐藏的 新约里面更加清楚了 接着使徒先知 耶稣基督也来 亲自启示了 所以上帝 他要借着福音 或者照着福音应许的 要兼顾我们 那这个福音呢 过去是相对隐藏的 如今借着耶稣基督来 和向使徒们 已经显明出来了 那显明出来的 这个奥秘 福音的奥秘 耶稣基督 关于耶稣基督的内容的 目的是什么呢 这里面说 使人认识他 使这些人认识他 并使他们信服真道 这个福音被显明出来了 这个耶稣基督 他和他所做成的事 被启示出来了 那人们就得以认识 神隐藏的奥秘了 耶稣基督呗 那使人们能够信从真道 信从耶稣基督 信从神所启示的真理 启示的对象是 像万国的米 注意这个万国的米 不是全世界的所有的人 万国的米 就像亚伯拉罕之约 万族必因你的后裔得福 万国 所有的民族 就像耶稣基督 在马特分二十八章 十八节到二十节 说 王普天乡去使万民 作的蛮族 马可菲十六章 也是说了 这里说所有的民族 不是所有人类 昨天我也奇怪发 有一个人问我问题 然后他发这个海德堡 要理问答三十七问 里面中文的翻译是 所有人类的罪 耶稣基督是不是为了 所有人类的罪 我一听这个不对 跟海德堡 这个神学不一样 海德堡神学不是普及论 耶稣基督不是为所有的人 罪死的 为选民的罪死的 很明显有问题 我就查了一下英文 一发现英文里面 是所有的民族 人类所有的民族种族 所以这个翻译就 没有神学概念的人翻译 把这么正统的 有限代俗的 这样的一个信仰告白 要理问答 给翻译成了一个普及论 然后后来就解释 所以从亚伯拉恩之约 从耶稣基督宣布的大使命 一致的都是所有的民族 所有的民族的概念 是相对犹太人说的 以色列民族说的 上帝虽然拣选以色列人 这一个民族成为一个国 但是神的计划是所有的民族 这个概念叫所有的民族 不是独有以色列民族 连以色列人也不是每一个 以色列人所有肉体的 亚伯拉恩后裔都得救 对不对 那个真正有信心 蒙应许的那个后裔 才是真正亚伯拉恩的后裔 所以其他民族当中 也有神的选民的意思 不光是独有 以色列民族是神的选民 所以在启述瑞 才更清楚说 从各族各方各国当中 用基督学买来的人 不是说全球的人 历史上所有出生在这个世上 没出生的所有人类 都在天堂上 那耶稣还需要救赎干嘛 直接上帝吩咐一声 这些人全收割了 回家就得了 还得亲自来 赎罪还传福音 信吧 信吧 信的人上天堂 不信的人下地狱 然后结果后来 传了半天 大家都在天堂见面了 不信的也在 那不就出现圣经的矛盾 对不对 所以那个意思是 所有民族当中 那些相信神福音 允许的人 就是那些上帝 在创世之前 上帝所 包括在历史当中 允许亚伯拉罕 允许给耶稣基督 那些信的人 那些选民 他们才能信 所以耶稣基督 为教会设计 耶稣基督来 马太福音里面 一章二十三节 他来 名字叫耶稣 他要将自己的百姓 从罪恶里救出来 自己的百姓 救出来 所以整本圣经的教导是 耶稣基督不是盲目的给 他也不知道谁会信 反正我先死了 丢了个救生圈 谁抓住就上来了 不是这样的 明确的为 他百姓的罪 献上的 那这个献祭成功了之后 随着时间的推移 福音的扩张 圣灵的呼召 在福音世界宣教的过程当中 历史当中 然后一个一个的被呼召出来 显明了那些信的人 是神拣选的人 然后信的人才能实际的享受 耶稣基督的这个代数的功效 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 对象是像万国的民族 每一个民族里面 所有的民族 然后使他们中间 使这样的信息呢 使耶稣基督的福音被人认识 使他们能够信从这道 传了福音 信了才可以 而这个道呢 临到我们的方式是什么呢 借着众先知的书 古时 隐藏不言的 这个信息承载的工具是什么 先知的书 其实就是旧约圣经嘛 先知和五经等等历史书 历史书是记载了 神的话在以色列人历史当中的 那个发生的事情 以色列百姓如何回应神的话 那个记载 成为先知书的一个历史背景 然后五经呢 是他们的基础内容 以色列百姓如何回应五经的内容 在历史当中反映出来 先知就具体的根据五经的教导 去警戒去规劝他们 所以他构成了整个旧约圣经 然后在那个过程当中 百姓被掳也好 受苦也好 在其中发出的对神的感悟 赞美 默想 祷告 那就是圣文书 对不对 诗篇呢 什么传道啊 真言之类的 所以在这里面 我们看到旧约里面 上帝已经借着众先知 应许的那个福音 那个奥秘 过去是相对隐藏的 奥秘嘛 现在是借着使徒 基督的道成人 使徒们已经显明出来了 保罗所宣讲的就是这个奥秘嘛 唯有是神能借着我所讲的福音 我所讲的耶稣基督 这个显明出来的这个奥秘的福音 兼顾你们 那面临那个问题 在这样的末后的时代 异教的盛行 世俗文化的迁徙 我们得以兼顾 当然是靠着终极是神的恩典 上帝 但是他给我们的手段是 我们要靠着福音得以兼顾 所以一生当中不断的默想 学习 从司灵律开始 举个例子先典范 我不是鼓励司灵律 从这样简单的 像麦片一样 像豆奶一样 像婴孩吃的小孩子吃的麦粉一样 这样的 西医的浅薄的 简单的福音开始 进入教会当中一生开始 不断的像学基督教药义 这样的深邃的广播的福音 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兼顾 当然你说你学习了基督教药义 就信心一定好 不一定 还有圣灵的恩典的文 学了这些信息的内容 要和自己的灵魂默想 通过默想消化成为我的养分的时候 我才能从冲坚加上祷告 圣灵在屋里做工 这个话 圣灵的做工恩典在屋里面 才能成为我的力量 兼顾我 有的时候说不好听 牧师爷 怎么说呢 这个世界吸引我们东西太多了 以前什么农业社会 什么资 各种新铅的事情也不多 也没有什么网络 也没智能手机 也没有什么城市生活 以前农业社会的话 城市就不说了 城市可能相对丰富一点 开发的比较早 农村的时候 勿安农 大家八九点钟吃完饭 就躺下睡了 也为了节省电 也没什么夜生活 都躺下睡了 早早要起来干活等等 其实很单纯的 对不对 也没什么诱惑 打开电视 七八十年代 八十来年代以后 频道也没有什么频道 对不对 后来有什么 这个 这个 这个叫什么 什么壁录电视 后来有什么数字电视 现在是网络电视 你一打开 进入 全世界的信息都可以 好玩的东西太多了 是不是 年轻人有追星的 因为你要想 玩的东西太多了 对不对 越是看起来美好的东西 多的时候 所有的人都暴露在一中 没有办法专注在一些重要的事情上 特别是这个 现代的基督徒 能够持守信仰越来越难了 可能没有逼迫 逼迫的时候可能还更好 为什么 危险吗 我常常开玩笑说 那个非洲的 什么博尔特 那些跑得快的人 为什么奥林匹克竞赛的时候 他们都总拿第一 因为从小就被狮子碾 那些跑得慢 都被狮子咬死了 剩下的都是快的 经验 经验 从小被信念就跑得快 这个开玩笑 体质也不一样 也不 没有关系 什么意思 基督徒如果在那种恶劣的环境 常常有狮子 撒旦的吼叫的话 反而警醒 欲望就没有了 你仔细读圣经 那些真正对主在林盼望的时候 几乎都是在 患难当中 犹大叔里面的是 大家 还有挪亚时代 那个好的时候 耕种盖造 那个时候 几乎是大家安宁的时候 人类社会发展文明了 这个社会好了 高楼大厦也建了 然后吃喝嫁取 耕种快乐 投资什么的 大家都忙活那个 没有任何危机 有人说洪水要来了 人也不信 大好时光 哪有什么洪水 越安逸的时候 反而让我们在信仰上松懈 反而是在危机临到之前 逼迫患难 罗马逼迫教会的时候 什么等等 大家都开始盼望 什么马拉纳塔 是吧 愿意快来 为什么 地上太苦了 没有盼望 唯有盼望是在天上 今天是处在这种 繁荣常盛的时候 什么都丰富 网络也丰富 物质也丰富 反而容易让我们 丧失对信仰的专注 所以在韩国的弟兄姐妹 真的是很多的诱惑 比在国内还诱惑 所以求主来怜悯我们 上帝借着这样的福音 去兼顾我们众先知的书 然后这里面又提到 按照永生神的命 这个不是指历史上的 上帝的命令 你们要彼此相爱 要往普天下去 传福音给外面听 要安息日为圣日 不可见影 什么当孝敬父母 不是这样具体的历史当中 命令 道德的吩咐 这个命是指神的旨意 照着上帝永恒当中 那个旨意和计划 上帝借着先知 种先知的书 然后去传福音给我们 然后去呼召教会 然后又继续用这个福音 去兼顾教会 让教会在福音里面 得以认识他 得以信服这个真道 然后靠这个真道 得以兼顾 胜过异端的诱惑 然后也能够持续的 过一种得胜的生活 分辨为胜的生活 以至于将来 可以坦然的 势力在上帝的面前 这个意思 所以你发现这里面 有上帝的旨意 终极的神的主权 神的什么预指 神的计划 有具体的历史当中的实行 耶稣基督的来 道成肉身 上师的架 做成福音 然后又借着应许旧约理 应许象征预表 借着宣扬 使徒们的宣扬 然后对象 万国当中 神的选民 然后听了以后怎么办 听信这个福音 然后靠着这个福音 与上帝靠着这个福音 也继续的站立得住 直到在神的面前 能够站立得住 这就是教会所处的位置 把我们从时空里面 定位 像那个GPRS GPS似的 我总说错 GPRS 以前那个手机 我不知道大家 用没用过那种手机 什么诺基 以前那个是GPRS 没有什么3G 2G 后来是一开始GPRS 连不上网了 这个浏览不了等等 现在是GPS 这个车的那个定位 GPS 教会其实就是在这种历史当中 救赎史当中 给我们定位 教会到底是什么样的位置 它是什么样的存在 它要向哪个方向走 我们的整猜测 我们的身份 我们的本质 教会的本质是什么 就透过神的计划 福音和救赎 确立了我们的 所以我们唯一的生命的源头 终极地讲 三亿上帝的作为 近一点讲 工具来讲 我们需要福音 即便是大家老信徒 从小信耶稣 甚至是传道人 我们要不断地去 学习目光 回转 心灵 回转 归向耶稣 默想祂的福音 祂为我做的 什么时候我们的灵魂 偏离了耶稣基督和祂的福音 灵魂就在这种 像旷野一样的生活当中 彷徨 然后灵魂里面就会焦虑 枯燥 得不到滋养 然后没有根 就像扶贫的草 所以随时目光转向耶稣 随时转向福音 我们才能靠这个福音 然后精神保持警觉 得到力量 能够站立的 不管是异教之风 包括这个世俗之风 有的时候自己也不知不觉 就被我们看到的这些现象 所蒙蔽 忽略了 在神的面前 自己应该站的位置 和应该有的态度 所以唯有神 照着使徒保罗所传的福音 所讲的耶稣基督 和上帝的奥秘的启示 兼顾教会 唯有神的话 能够兼顾教会 兼顾你我 所以我们要以信心和专注 信从来回应这个话 持守这个话 才能站立的我 然后所以最二十七节 其实一开始 这个戒词是归给 将荣耀送赞归给什么 归给这位用福音 很长的修士 兼顾我们的那位神 所以愿荣耀归于神 直到永远 阿们 愿荣耀 因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永远的中保 借着耶稣基督 我们才得以认识神 与神和好 借着耶稣基督 我们才能够荣耀神 离开耶稣基督 我们也不认识神 我们也没能力去荣耀神 也不可能有那种意愿 在耶稣基督里 我们体会到神这样的 救赎的恩典 坚固的恩典之后 我们也借着 像使徒彼得所说的 借着耶稣基督 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 献上属灵的祭 这个大祭司 借着他献上各样属灵的祭物 希伯来书里面说是 嘴唇的颂赞的祭 什么捐输的祭等等 我们要将荣耀归给神 但是是因着 借着透过耶稣基督 归于这位神 然后修士是独一权制的 唯一的充满智慧的这位神 他的救恩的计划 本身就是神的智慧 福音是神的大能 上帝如何使一个堕落的罪人 开始爱他 使一个堕落的罪人 开始离开黑暗 向往光明 使一个严重受重心制约的一个人 可以脱离罪恶的吸引 这个重心的吸引 可以离地上腾 这个是神的大能 上帝也没揪着我们的鼻子 给我们穿上某种 什么配头或者是脚环 牵着我们去 而是用他的恩典和爱 心我们 生活就甘心乐意离弃 那个我们本性是永远不可能 也不愿意离开的那些事物的 这就是神的大脑 在一个罪人身上 让他们彰显出来他的能力 全智 福音就是神的智慧 上帝如何借着人看为愚蠢的办法 让神的儿子亲自成为人 然后被人离弃 被人误解 被卖 被民主投票 做出了最愚蠢 最不公义的定罪 审判 历史上最大的冤案 把神的儿子 至高圣洁的主 生命的主定在世家 最公义的那位 遭到不公义的审判 最圣洁的那位被定罪 然后拒绝了生命的主 接着我们看来是愚蠢的 犹太人求神祭 耶稣定十字架是最软弱的 希腊人求智慧 在希腊人看来 这个定十字架这种方法 也是最愚蠢的 结果上帝就喜欢 人所看为愚蠢的 软弱的方式 救我们 让我让那些信的人 不是凭着智慧 不是凭着能力的人 凭着单纯的 像小孩子一样的信心 去相信神福音的人 从而得救 这就是神的智慧 废去聪明人的聪明 废去让那些 有能力的人羞愧 所以圣经说 贫穷人的福音 那些心灵贫穷的人 有福了 所以愿荣耀 因耶稣基督 归于独一全职的神 直到永远 阿门 真的是这样 诚心所愿 所有基督徒 真正明白福音的人 应该有这样的告白 真的愿荣耀归给神 不要归我 也不要归给别人 神愿荣耀 单单归给你 这是福音 最终应该带的果效 福音临到一个人 这个人可以 愿意 甘心乐意地 明白了神的救赎的恩典之后 愿意将荣耀归给神 也能够活出一种 为着神的荣耀 而活着这样的生活 透过福音 最终上帝得到荣耀 上帝如何用他的大能和智慧 拯救罪人这件事情 最终使神获得荣耀 启示录里面 那些真正在各族各方 各国 蒙耶稣学所撒 买来的那些人 聚集在神的宝座面前 在永世当中 都来称颂 那个曾经被杀 坐在宝座上的那个羔羊 圣哉圣哉圣哉 去称颂三一上帝 上帝得到最高的荣耀 福音最终的果效 其中包含着个人的灵魂得救 个人的成圣 但是最终是上帝透过这样的救赎 彰显他的荣耀 罗马书就这样结束了 辛苦了大家 漫长的九十九十三讲 下一个系列 我想跟大家从立位记的五记来谈福音和基督徒的礼拜 或者说生活 立位记当中的五记 当然讲之前我会下一周我先讲导论 导论就整本圣经来看立位记的五记的位置和意义 你就发现哇 我们的信仰太奥秘了 愿神祝福大家辛苦了 我们一起来祷告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上帝丰盛的恩典 圣灵的感动与交通 与众弟兄姊妹同在 从今时直到永远 阿们